今天炒菇菇 我看人家炒出来的一碟挺漂亮的 人家用牛肉,我用梅头瘦肉醃了 醃油糖粉 用尖椒 应该不是辣的 不是用青椒 灯笼椒的厚皮,薄一点 红萝卜整色整水 首先处理菇菇 这些是瘦珍菇 这些一条条,我忘了叫什么菇 有些人说菇菇不用怎么洗 洗了就没了味道 会霉 这些当然要批准 泥都很干净的,污脏它就不能洗 通常这些培植的泥,科学泥,烧过毒 这些就没什么好事了 瘦珍菇好像很干净 现在有些人用油槽,掃一下掃一下 看上去没什么骚髒东西 不过我都会洗 个人喜好 有些人就说用小小湿的毛巾抹一下 抹一下表面 很难的 很难的 我都是用水洗,我这样洗 这个是罩尾 我在水中充充去养养它就算了 这就算了 如果有些沙尘就在这里了 那这里就用扁一下水 不要洗太久,洗太久真的会吸水 如果你忍得住不用就更加简单 这两条尖椒就没什么特别的 切到适当大小 因为它薄一点 它口感应该好过灯笼椒 这些白色的就尽量刮掉 我问卖彩婆呢 这些椒辣不辣呢 她说不辣 其实这些椒是辣的 不是太辣 不是太辣 最稳定是自己烤一点就知道了 这些椒辣不辣 就做了蒜蓉 蒜蓉呢 应该也挺配的 大家可以看着 这个红萝卜 上面掉了 现在我们就用它煮了 这些椒辣不辣 现在在这里 煮的 用它们做好 好 我就用它 insead 就这样有点色水 煮好了 首先我就会炒猪肉 用易洁锅就好些 很多东西的先后次序都没什么所谓 差不多了 本来想用牛肉的 不过我娘亲对牛肉敏感 不太想吃 现在猪肉可能好些 不过咕咕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吃 煎至八九成熟 如果你不怕肥 就用这个猪颈肉也不错 因为猪颈肉有很多油 咕咕和油是挺夹的 因为咕咕吸油 很香 差不多了 我会先倒起它 你不倒就可以了 没什么所谓 接着就开大火 加上菇菇 刚才浸过水也很湿 但是火也不怕 不要动它那么多 因为你动它 就会散走热力 有得它在大火的迫一下它 不过似乎是不够大火 它都开始出水 一出水就几大火都是一百度左右 大家看看水不断飙出来 最理想就可以煎香它少少 那就好些 现在没什么可能 因为你煎一下出水 没可能煎得香 有得它煮一下 煮回 分 分半分钟 至2分钟左右 简单来说就是煮熟 一会儿拌均匀 差不多 接着加少许油 爆点蒜 红萝卜 这些也放进去 这些椒 你喜欢软一点就放早一点 迟一点就放爽一点 爽一点 看它有油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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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味最稳定的 蚝油 加少许野味一定要有的 豆瓣酱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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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匀 少许糖 麻油 放下来 弄上去 放下来 放下来 都應該沒問題吧 像不像炒聖子 又到娘親試吃時間 這道菜是瘦肉炒雜菇 吃了藥 吃了 試試 瘦珍菇 可能菇好吃 不過我記得不敢吃菇 好味 辣的 豆瓣醬 好吃 好吃 夠不敢吃青尖椒 這些很辣的 我不知道 羊的爪 炒的 辣就拆出來 不要吞,辣就拆出來 吞到喉嚨才知道辣 菇 那沒得拆了 沒有 吃了不吃那一塊 這個椒 很淋 這個椒應該爽 吃辣的人要吃爽 我不知道你 你給我吃 你去吃 炒爽 還有一味炒龍燈 這味不用硬吃 我都怕你敏感 我吃了敏感 我吃了敏感 吃了一顆 強的 藍色那隻 我試 還要試試 試齊的菇 很多的菇 我沒吃過 這些菇好吃 我不斷戒 吃的東西 沒吃過 不知道不好吃 是不是炒得好吃 你吃了 那當然 那當然 你炒很好吃 吃到不吃得好 你既然這樣問我 我當然會這樣回答 你吃什麼 你吃 разв飽 吃出一片 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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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